代入消去法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计算这个 这个把它乘开 来这个是什么 护护得正就是加上三个x 然后护正得护就是减掉三 好等于1 然后我们文字保留在左边 那就是护x啰 因为护四个加三个就护x 然后减三一过来加三就会变成四 好所以以后这里可以知道 x就等于多少 x就等于四 慢慢护四 x等于护四 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入 来我们刚刚是哪一个式子来自判 好我们是用这个1来带入那个2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带入第一个原始的这个1了 因为它直接可以知道y等于多少 y等于护x 好y等于护x 然后呢去加上1 可是呢这里x我刚刚求出来是什么 x求出来是护四 所以呢我就带护四进去 所以呢这个东西很明显护护得证 4加1 所以答案是5 好 由这里我就可以来写最后的答案了 最后答案 ans 好 我的x呢就等于护四 然后呢 y就等于多少 5 好这个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六题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题 来第六题呢 你注意看哈 它这个系数xy的系数都是小数 好我刚刚也在别的题目有稍微提到 所以如果系数是小数这个东西 我们非常难算而且容易算错 所以我们先把系数变为整数 那只要变为整数呢 反正整个式子可以乘上一个变数 把它变大嘛对不对 那我就是把第一个式子呢 全部同乘十倍 那同乘十倍以后 它就会变成3x 然后呢去减掉两倍的y 然后呢等于6 好再来 第二个式子乘十倍是4x 然后呢加上三倍的y 等于多少 等于25 好 这个是两个式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列为第一个式子 这个列为第二个式子 那这两个式子我要消掉哪一个文字呢 一样我们就用所谓的加减消去法 那我看系数的话 最小公倍数好像y变成6比较容易 那y要变成6y 那这个要乘三倍 上面要乘三倍 这个乘两倍 所以第一个式子呢 我们就把它乘三倍 好乘三倍以后 它整个式子会变成9x乘三倍 然后减掉6倍的y 乘三倍等于36多少 18 好 再来 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就把它乘两倍 好 乘两倍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是8s 好 8s呢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6y 好 等于多少 等于50 好 同学注意看一下 这两个式子 来我们订为3跟4 结果这两个式子 哪一个文字 我们把变成一样了呢 是把y变成一样 但是这个y变成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上下的符号是1号 那同学注意一下哈 如果你上下的符号是同号就相减 那1号呢 我们就是相加 两个式子我们把它加起来 好 那既然我们两个式子把它加起来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拿3加4 3加4 好 3加4上加下17个x 17个x这个刚好抵消了 然后等于多少 等号右边加起来是68 好 再把17移过去 好 除以17以后 所以x就等于4 那x等于4 我要这种加减消去法 接下来我要求另外一个文字 我就上面的1234都可以带 当然我们要带比较简单的系数 那带比较简单的系数 好 来 因为这个第二个式子好像y前面是正的 我带第二个式子好了 那第二个式子告诉我说 来4倍的x 好 4倍的x 那你现在x刚刚求出来是多少 刚刚求出来是4 所以我们就乘上4 4倍的x 然后呢 加上3倍的y 好 加上3倍的y 等于多少 25 好 同学注意一下 4是16 这是16哦 16一过来扣掉16变成9 也就是说 3y等于9 3y等于9 那y等于多少 好 很明显 y求出来就等于3 那这一题的答案 最后 x呢 就等于4 好 y就等于多少 y就等于3 好 这个是我们第六题的答案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题 好 同学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题 来 你看到这个格式 你会发现 哇 还有括号耶 我跟同学讲 这种括号的代表 它是还没有乘开去整理过 所以呢 我们最重要的刚开始 是先整理 这两个式子 好 我们以第一个式子来说 来 我们由1 好 我们先整理第一个式子 把它整理干净 我把它乘开 这个叫7535 35呢 然后去减掉 来 7乘x 好 这一个括号 左边的括号已经乘开了 右边括号乘起来是叫什么 2y 好 2y 然后呢 减掉什么 2 6 12 好 12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移向一下 好 来 移向以后呢 它这个东西是-7x 然后 把y 这个东西移过来 把文字移到左边来 就是减2y 然后呢 把数字呢 我们把它移到右边去 好 减35 所以应该是多少 负的多少 47 好 这个东西 好 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好 第二个式子 我们也把它整理一下 来 我们由2 好 我们来前面标示一下 由2 来 乘开 4x呢 然后是 减掉4y 好 等于多少 嗯 等于右边的11 减掉什么 3x 好 我们把它移向过来 来 把这个文字移到左边来 好 减3s移过来 加3s 那就变成正7x 然后呢 减掉4y 好 减掉4y 等于多少 右边这剩下11 好 文字一边 数字一边 好 这时候我们再订 我们整理出来 这个叫第三个式子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第四个式子 各位同学 这两个式子 我是由1跟2 整理出来 我们要 接下来呢 要看的 就是这两个式子的判断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你看 这两个式子 什么东西 可以一样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x部分的系数 数字部分是一样 而且它是1号 我们有讲过了 如果1号你要消掉这个文字的话 那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因为它刚好又一样1号 所以我们3加4 好 我们3加4 我们现在看加起来以后 变成多少呢 上加下 好 这个消掉了 然后这个 负2y再加上负4y 总共负了几个y呢 负6个y 因为都是负的 加起来还是负的 然后再来呢 后面这两个把它加起来 一样它还是负47 然后加上11 可是加上11以后 这个是互相抵消 就变成负多少 36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什么 负6 移过去 乘负6移过去 除以负6 那右边的这个负36 除以负6 这个负负得正 那就正6了 好 当我把y求出来以后 我要求x的话 来 我们找一个式子带 1跟2还没整理过 不过你也可以带 那我们带 第 好 我就带第一个式子 不一定要带整理过 因为这个好像第一个式子 也蛮简单的 好 我们带带看它 它第一个式子是7乘上什么 5-x 好 5-x 然后呢 它会等于多少 它会等于两倍的 来 y-6 那就是6-6 哇 这6-6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就变为0 好 0 等一下 我们把7除过去 来 5-x会等于0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x就等于5 好 那这一题我们答案就算出来了 x等于5 y等于6 好 这个是我们第7题的答案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8题 这个第8题呢 你看到这两个方程式 上面这个方程式是一个分数的形态 那这个题目我们要先画解的是第一个式子 那我第一个式子怎么画解呢 你注意看啊 这两个都分数情况 所以我可以用交叉相乘 那交叉相乘呢 我得到 来注意看 第一个 来2乘上x加1 所以它是2x加上2 然后呢 等于 好 来 接下来这个是3乘上去 所以它会等于3y 去加上多少 6 OK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移向 好 来把3y移过来 把2移过去 所以它会变成2s 然后呢 去减掉3y 好 等于2移过去 减掉2 剩下4 好 结果 这个是第一个式子 我把整理完了这个东西 当做第二个式子 那这两个式子 它有一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哪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2s都一模一样 而且是同号 同号我们这个题目怎样 就把它给相减 所以呢 我就1讲2 好 1去减掉第二个式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减下 这个当然底消掉了哦 然后这个呢 上减下来 -5y去减掉 -3y 减掉负负负得正 加3y 那就变成负2y 好 来负2y等于多少 来 等号右边呢 0减掉4 那就是负4 好 接下来我们把负2乘负2移过来 除以负2 负负得正 就变成负2 所以我就知道 哦 原来y等于负2 好 y等于负2呢 我要求x 来 我上面有两个式子可以带 我们简单的带一个式子好了 我们把它带入第一个式子 那带入第一个式子以后 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把第一个式子 来 两倍的x 然后呢 去减掉五倍的y 好 y现在是求出来是2 所以五二得10 所以减掉10 会等于多少 0 然后呢 我把这个减10移向过来 等文字到右边来 不 数字到右边 所以2s呢 会等于正10 所以x等于多少 等于5 所以呢 我发现我第八题 求出来的答案是 x等于5 然后呢 y等于2 这个是我们第八题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题 好 我们现在看到第九题 第九题呢 它是三个 三个式子相等 三个式子相等 这种题目怎么办 来 你记得 我们就两两相等 把它列一个方程式 以这两个相等的话 你把2y移过来 剩下x 2x移过来 剩下x 然后这个呢 加y移过来 减y就变成减3y 结果常数向会等于-10 好 这是前两个 相等 那如果是后面这两个相等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是2x 然后呢 这个东西请3y移过来 加3y 那就变成加4y 然后呢 这个移向过去 另外一边会等于4 好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除以2 以后呢 x加2y 等于多少 5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原始的这个定位 第一个式子 这个整理后的 另外第二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相减 1-2 为什么要相减 因为x可以消掉 1-2以后 -3y 减掉2y 等于-5y -5y 等于多少 好 来 上-下 -10 减掉5 所以是-15 所以y等于多少 y等于正3 y等于正3 我带哪一个式子 比较简单呢 好 来我们来看 我们带第一个式子好了 第一个式子来 x减掉3倍的y y现在存出来是3 所以33得9 然后会等于-10 然后-9 一过来加9 所以x等于多少 -1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9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10题 接下来我们下期 谢谢观看